我们再讲一下那大概 郭先生这案子的情况 看到就上次这个 自从被那个巡回法庭否了以后 后面就没有什么进展了 那可以跟大家讲的 就是现在有一个新的进展 是他的律师团全部换掉了 对整个律师团换掉了 所以大家很期待 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新的律师团 整个的一个新的策略 新的方案会出来 当然我不清楚这个律师团的这个背景 也不清楚未来他们会采与 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但是这个律师团是郭先生自己 去选择自己去定夺下来的 我相信他一定是更有利于 接下来的这个保释也好 或者说后面的那个庭审也好 是吧非常有利的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有可能下个礼拜 新的律师团就会发出这个 票论时就是他们会就论 对那么在这个案子这一块 目前的是这个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